感谢主耶稣到今天仍然呼唤 呼唤众罪人又要归家 荣耀是归于耶稣的圣名 有一个神学家他说 说我们骄徒在主日敬拜神 目的不单只要自己和神相遇 目的也是为了我们令到那些 没有敬拜神的地方的人得听到福音 让他们同样也都可以敬拜神与神相遇 大家赞不赞成 所以在这个暑假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些弟兄姊妹 参加了暑期的宣教 短宣宣教 今年可能我们语堂参加人数不算太多 但是不要紧要 我们再接再来 我们可以由本地的EDT做起 EDT做完呢 暑假的时候鼓励大家投入短宣 现在有一个简短的猜献礼 暑期短宣的猜献礼 首先我想我们这里有暑期短宣的名单 名单上面有名的我们起起心先 Mexicali 将执事带一团 Persilla 起身起身 不要坐下 Persilla 这些就去亚利桑那短宣 Soul 这些 还有一个Sandlo 在哪里 Sandlo 是去台湾的 最远是他 还有没有其他 你参加了不知道哪里短宣 比如说以前我们许带英有参加 不知道青年会的短宣有没有 因为我们有个猜献礼 虽然人数不多 请大家到前面来 我要为大家作一个猜献的祷告 猜献的祷告 他们有什么需要 你们全力支持他们 多谢许带卿 许带卿今次又去哪里 Persilla 我们一同讨告 亲爱的八天父 你曾经猜显你的爱子来到世上 传扬你的福音成造了救恩 而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今天也猜显他的门徒 主耶稣基督你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主耶稣基督你颁布大使命话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主耶稣基督今天 站在你面前 与堂的一帮弟兄姐妹 他们就是回应你的呼召 他们愿意对你说 主耶稣基督 我作为这女 请猜献我 所以亲爱的主耶稣 无论是我们当中 是去Mexicali的 无论我们当中是去Orizona 美国原居民那里的 或者我们去到Beltamore 去短宣 或者我们都有去到 遥远的台湾 去短宣的 肯求你赐福我们这里 这些都是爱你的弟兄姐妹 愿意牺牲自己暑期的时间 与自己的家人 一起去到这些 走出去 去到不同的地方 传扬你的福音 肯求你的圣灵就与其同在 你的应许与其同在 你说过 你猜献他们去的时候 他们就必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他们得造能力 以至可以在世界各处 为你作见证 愿意他们所行的脚踪 就是圣灵充满美好福音的脚踪 愿意他们所说的说话 就带领这些失丧的灵人 可以归向你 主要我们以此的期盼 他们可以平平安地去 平平安地回来的时候 他们将美好宣教的故事 你对万民的作为 他可以说给我们听 主要救助者女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猜显这里每一位你的宣教士出去 愿你赐福他们与其同在 多结果子 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命而求 阿们 感谢主 我们有弟兄姊妹回应呼召 传福音 大家如果没有去的 除了明年也预备去短宣之外 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 坐在这个信徒要怎样呢 其实当福音传扬了2000年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很多时候我们都 在不同的时代 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2000年之前 写好的福音 今天对2000年后的我 还有什么意义呢 在我生活当中 要怎样形容呢 所以我就不说了 有些教会 有些派系的讲道 很注重生活的应用 这个是好的 但是我经常都说 生活的应用 大家可以放在小组里去讨论 其实 注重生活的应用是好 但是在注重应用之前 我们应该搞清楚 这一段的经文 本身上帝 要藉着这些经文 对当时的信徒说什么 以至我们可以明白 对今天的我说什么 神爱世人 不单只爱2000年前的人 他爱不爱你 爱不爱今天的你 他都爱 所以当上帝的话语 给我们传下来的时候 他对我们今天 一定是有应用的 今天我们就要看看 神的话语 在我们身上 是怎样应用的 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 他打开马太福音的第九章 1至12节 我会读单数节 大家读双数节 让我们尊重神的话语 我们就同气了 耶稣上了船 渡过海 来到自己的城里 有几个民事心里说 这个人说了前往的华 这个人说了前往的华 但要叫你们知到 人自在自信 或舍罪的权利 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 中人看见到的兴起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起来 跟从了耶稣 耶稣在我女儿坐直的时候 有无舍衰得和罪人和下 我来本不是要招异人 乃是招罪人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那就是你在2000年前 对我们对门徒所说的说话 今天仍然对我们每一个有效 主啊 今天我们要思想 你在世上这段作为的时候 肯求你圣灵开我们的眼睛 让你的话语打开 就发出亮光 主啊 让我们能见到 你的话语的奇妙 圣灵啊 开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能听见 你微小的声音 主啊 让我们每个人 无论是带着什么心情而来 因为你的话语 生命被你得着 以改变 而你要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们同心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义求 阿们 请坐 马太福音 在耶稣基督 讲完登回 保分之后 去到第八章 第九章 都记载了耶稣讲的 很多的神迹 上一次吹全道 跟大家讲过 耶稣以至大麻风 等等等等 其实这些神迹 在马可福音 在路加福音 都有记载 但是 有几件事 我想大家留意的 就是虽然有记载 某些地方 有少少不同 加一句 加一句 就不是说记错 而是互相的补充 不单止是互相的补充 马太 马可 路加 是用三个不同的角度 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虽然是同一件事 但是却说明了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的时候 跟我们那种不同的关系 大家还记不记得 马太福音是想表明耶稣基督 什么的身份 耶稣基督是什么 是 是天国的君王 所以虽然到了这里 医好坦子,马太有记,马可有记,路加有记 但是这里是说 天国的君王 来到世上的时候 医好了这个坦子 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的 所以着重点不是很同 所以我们就看看 今次天国的君王 跟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的 这里说耶稣上了船 过渡自己的城来 究竟耶稣为什么上了船 从哪里上船 过到哪里自己的城来呢 如果你看马太福音之前那一章 耶稣是去了爱邦的地方 赶出了一个被鬼附的赶出鬼 其实简单来说 天国的君王不单只是犹太人的王 天国的君王也都是爱邦人的王 天国的君王不单只可以在犹太地上赶鬼 天国的君王也都是可以爱邦的地去赶鬼 而赶鬼代表了什么事情呢 代表耶稣基督遇有完全的权兵 他将鬼赶出来 天国 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到了最后一句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兵已经吸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马民作的门徒 整个马太福音是说耶稣基督是王的时候 就很注重权兵 王是有权兵的 而权兵可以彰显的 就是无论在犹太地被鬼附的人耶稣可以赶这些鬼出来 在爱邦地都可以赶这些鬼出来 好了到了这个时候耶稣就从这个加利利湖 大家想想加利利湖 去到对面应该是加拉太 加拉森那些地方 上船回到自己的地方 一说到自己的地方 我记得那时候还是忠牧师问 耶稣基督说自己的地方在哪里 有些翻过主要河就说 拉撒勒 因为耶稣基督是拉撒勒人 没错 耶稣基督的确是拉撒勒长大的 拉撒勒是湖以西的地方 不是在岸边 但这里虽然说是自己的地方 但很明显是在岸边 所以如果看马可福音的话 原来耶稣基督是在拉撒勒这一区 他坐船去到岸边 在自己的地方在哪里 加伯龙 加伯龙也是他住的地方附近 不过是在岸边 他搭船去了加伯龙 很明显耶稣基督在加伯龙 那些人是否熟他 都很熟他 都知道他是木匠的儿子 都很熟很熟 他到了自己的地方 加伯龙 自己的城 这么宽乐 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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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 就开始向众人讲道 因为大家饥渴慕义的心 要听我们的讲道 天国的君王 有什么真理要讲给我们听 所以另外一处经文 就说房子 就逼得满了 不知道日后有没有机会 大家去圣地由衷 我还没去过圣地由衷 但是如果大家去过圣地由衷 听过大家就很明白 看过当时的房子 很明白这段历史的背景 当时房子其实很多时候用一些泥砌 有些屋顶有些和管 赶草高一点的 所以是很容易拆的 很容易拆的 耶稣基督在里面讲道 里面的人都逼得满了 就在这个时候 有四个朋友 他们的朋友 是坦子 即是瘫痪了 paralive 不能动 大家明白了 坦子 这四个朋友 就抬抬抬抬抬抬抬 他的朋友想见耶稣 想见耶稣做什么 医治 我们看回之前第八章 记不记得 上次就说 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连述 compassion 耶稣基督的连述 心里面搞动 医治了麻风病人 接着医治了比特的恶母 接着有个仆人 爱帮人的仆人 耶稣又说一句说话 医治了恶母之后 记不记得 比特的恶母就起床 服侍耶稣 接着记载就说 耶稣去到日落的时候 饭都没得吃 因为众人就将所有病人 拿来给他医治 耶稣基督就一个一个医治 他们 也都赶出了他们身上的鬼 记不记得 所以耶稣基督明星大噪 有什么有病的 耶稣说到的时候 就抬起来医治 有时候我看到这一段 幸好我没有医治病的恩赐 如果不是讲讲道 可能就大家排在那些人 那些人在外面 真的要按手祷告 耶稣的情况就是这样 耶稣 这四个朋友 抬着他的朋友 要耶稣医他 看到 哇 连入都没得入 虽然我没有医治病的恩赐 我都祈祷 你都将月与堂 全部座位填满了 入都没得入 就对了 他们就想到一条 就想到屋顶 原来那些屋顶 那时候是很容易拆的 一个大洞 其实大家想想 其实非常危险 耶稣在这里说到 突然间就 噼 到天脚 噼 然后天花就下来 噗 噗 哎呀 没有扎到 那些人可能会逃走 所以有空位 然后上面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噔噔 噔 然后把坦赤 拦下来 那么耶稣医不医呢 耶稣医 但是大家真的要看 福音书里面 耶稣医病 我很开心 每记载耶稣医病 几乎每个 每个 方法都不同 这个就打破了一个神话 现在不知什么派 就注重神职医病 但你看到他的医病各个一样 祈祷,你躺下吧 你不躺下,我推你下来 全部一样 好像你跟着这个格式去祈祷医病 圣灵就要来和你医病 感谢主 神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医病 每次都不同 他说一句话又去医病 麻风病人摸他又去医病 他摸又去医病 马可福音记载一个 其实是很难接受的 耶稣基督吐口水 在泥里放在盲的眼睛 然后你洗洗洗 接着又碰一下舌头 然后探上他的耳朵 又去医病 哇,这么可惡 这个是稍后上一学再谈 这次的医病有什么不同呢 耶稣虽然是说一句话 但不是说你的瘫痪已经好了 你的信心教了你 耶稣有没有这样说 这次没有 好,我们仔细看看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 放心,孩子 放心 你的罪赦免了 英文的话 孩子是 神 我的孩子 你放心 你的罪赦免了 如果是放心的话 就是说他之前放不放心 之前不是很放心 因为怎么说呢 逢亲说到这一次的医治 大部分的重点 知不知道放在哪里 我听过很多牧师 大部分的四个坦子 来耶稣医治 都是说 我们如果要被医治 有人已经说了 要有信心 假如我们自己缺乏信心 我们朋友也要有信心 有没有听过 耶稣 要不就见到这个人有信心 要不就见到他四个朋友有信心 要不就见到他四个朋友有信心 那我们看看究竟哪个信心 最好的题目就是 一个人的信心 四个人的信心 你的信心 他们的信心 所以很多时候 有些人就将他大作文章 你想不想得到医治 譬如我现在牙痛 喉咙痛 哎呀主呀医治 我为什么没有医治 有些人就说 你信心不够 有些人就说 他说不是 这里讲的好像不是这个人的信心 这里讲的是他四个朋友的信心 因为为什么呢 耶稣看见他四个朋友 调他来 接着说 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 是不是 中数 不是担数 所以这个信心 是指哪个信心 他朋友的信心 有些人不服气 不止他的朋友 其实那个医病的人都是信的 所以他们 陷入这个 有些人又不服气 只是那四个朋友的信心 这个人没有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跟着这个人说 就是我儿子 孩子 你的罪射免了 你放心吧 耶稣说你的罪射免了 究竟他什么的罪被射免了 是吧 圣经没有说到 但有些人就说 就是他四个朋友有信心 他没有信心 所以他没有信心 就罪被射免了 听上去又挺合理的 当然 这些讨论的问题 就在主一学的时间 你还教新约 旧约 变了旧约 如果大家去新约班外 就可以深度讨论 但是很明显 耶稣基督说 他们的信心 比较明显的 是那四个朋友的信心 这个比较明显些 而这个人有没有信心 我们不清楚 但是无论谁有信心 谁没有信心 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 愿意医治这个朋友 医治这个朋友的时候 耶稣是没有 从这个人的信心来开始 由他朋友 由他们的信心 耶稣由哪里说 耶稣由罪开始 他说 孩子放心 你的罪射免了 这一句耶稣说出来 就是一句爆炸性的说话 但是在我解释之前 我想跟大家讲清楚 我们常常说 圣经和我有什么关系 圣经有什么关系 马太福音是说 天国的君王 降世成为人之后 如何对待我们的世人 是吧 现在其实就是说 耶稣基督这位天国君王 和罪人的关系 请问和我们有没有关系 大有关系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承认 是什么 不想承认自己是罪人 其实是很有关系的 不过我们要继续看下去 耶稣说 放心 你的罪射免了 一说他的罪射免了 其他有些宗教领袖 就是喧喧咕咕咕 就是心里面 喧喧咕咕 喧喧咕咕 为什么呢 宗教领袖不是不熟圣经 他们很熟九约圣经 宗教领袖不是不熟神学 他们很熟正统的神学 按照正统的神学 请问哪一位可以射罪的 按照正统射 上帝 按照正统符合圣经的神学 上帝只有一位 只有上帝救资格射罪 但是耶稣现在怎么说 耶稣说 孩子放心 你的罪射免了 这个代表什么 耶稣在说什么 耶稣一是说 其实我就是上帝 我和上帝同等 所以我有权兵射罪 你的罪射免了 一是 但是宗教领袖 信不信耶稣是上帝 信不信 不信 宗教领袖说 你有没有搞错 你说了前往的话 英文更厉害 虚毒 Blasmony 你输了前往的话 只是上帝一位可以射罪 你敢说自己射罪 还有 记不记得耶稣在哪里说这句话 加白龙 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地方 就是说 人们看着耶稣大的 你是谁 你就是木匠的儿子 我记得有一个讲完 用现代的讲法 你是谁 你就是九龙城寨保牙的儿子 大概是这样 你现在敢说 你的罪射免了 有没有搞错 你说了前往的话 很明显 天国的君王来到世上 不是个个接纳他 即刻接纳他 天国的君王 尤其是在乡下人 由小看得到他大的 更加不接纳 所以耶稣说了一句 先知在本乡是不受欢迎的 就是这个 耶稣一看就看出他们的心意 耶稣就说 为什么你们心里面会有这个恶恋呢 如果我跟这个病了的人说 你的罪射免了 或者说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不过为了让你们知道人子 人子就是说他自己 耶稣在世上称呼为人子 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兵 所以我就对这个坦子说 起来拿起你的藏褥 回家去吧 耶稣短短的一句说话 讲明了他清楚的身份 他的权兵的来源 和真理 你看很清楚 他看到人这样评论他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清楚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恶恋呢 证明耶稣无所不知 知道人的意念 对吧 这个人最赦免了 或者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其实哪一样 我觉得也不容易 耶稣说容易是因为他是神 但是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些背景 为什么这么不容易 在犹太人当时有一个观念 其实我们也要了解这个观念 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多苦难 这么多痛苦 这么多疾病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人犯罪 其实无可否认 人的苦难 人的疾病 的的确确和罪有关 但是 是不是我们 牙痛 我们伤风 就是因为我们犯罪 才牙痛伤风呢 不一定 所以我们搞清楚 犹太人有时候过了火 犹太人就说 为什么这个人有病 有重病 坦子坦那么久 要是他犯罪 为什么他生来盲眼 要是他犯罪 要是他父母犯罪 所以他有这个病 犹太人真的有这个观念 所以在约翰福音记载 有一个生来盲眼的人 耶稣一见到他 门徒已经问了 夫子 什么事他生来盲眼 这么苦难 是不是他犯罪 或者他父母犯罪 记得耶稣说什么 不是他犯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罪 是要借着生来盲眼的人 在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 耶稣就医好了他 彰显了耶稣是神的儿子 记得吗 所以耶稣记得那个神迹 告诉我 我们生病 我们患重病 好年轻患重病 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罪 但是牧师也说 和这个罪有关 不过 和罪有关 不代表你犯罪才得到这个病 我说一下和罪有关是什么 本来是神创造我们 要我们起起落落的 要起生活 是有永生的 是不是 但是我们犯了罪 与神隔绝了 从此死就进入了世界 记得吗 地就受咒了 OK 就是说我们犯罪得罪神 和神隔绝了之后 我们的肉身就要死了 是不是 我们肉身 每一天都在衰残 向着死亡 那请问 我们如果肉身有一天要死 那怎么死法 哈哈哈哈 上了年纪的人就知道 其实我虽然未上年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病 就是人越老 就好像机能退化了 是不是 就越来越多病 接着这样坏 那样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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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坏到不能再坏 为止 駕车收也收不好了 那结果呢 我们就要走了 见天父 是不是 所以 地上边的病 和原本的原罪 是的的确确有些疤痕 但是不可以因为有疤痕 你逢见到那些人有病 就说你犯罪 这个不是 但是耶稣基督见到 这个坦子 耶稣基督说 嗯 似乎这个 和罪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耶稣说 放心 你的罪赦免你 如果你问我的意见 我相信 他朋友说 耶稣 耶稣一定可以治好你的病 行不行 我也是这样行不行 缺乏信心 我相信 但是 不要你了 我扯你过去了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罪 这里没有记载 是不是不信 没有记载 但是总之是有了 耶稣说 你的罪赦免了 这个行动也都给我们 见到一个 一些的亮光 什么亮光呢 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 信耶稣 来到耶稣面前 是想我们 现在的需要 得到解决 我们要做手术 牧师快点为我祈祷 是吧 我们不见了一份工 牧师帮我祈祷 我找一份工 经济有困难 这些全部都是对的 但是耶稣在为我们祈祷 满足我们日常需要的时候 耶稣看见我们内心 更深层的需要 就是什么 我们除了病 需要得医治 武功需要找一份工 耶稣看见我们心灵 因为罪的缘故 与神隔绝 没有永生的盼望 生命空虚 没有信心 很恐惧 非常痛苦 耶稣在这个时候说 孩子 放心 你的罪 赦免 弟兄姊妹 原来我们的需要 不仅是我们身体的需要 我们最大的需要是 心灵里面有一个空洞 生命非常空虚 这个空洞 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填补 我们需要是因为 我们与神隔绝 有这个罪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 我们觉得生活有不妥 但是我们不知道 不妥在哪里 我们觉得很孤单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是孤单 耶稣看得到 耶稣说 孩子 放心 你的罪赦免了 你的不妥 是因为你与神隔绝 你的罪需要被赦免逃没 你的孤单 是因为你和神 没有一个感默的关系 当你的罪赦免的时候 你重新回到神的爱慮 让神可以填补你心里的孤单 不单是这样 这个是完全出于耶稣的权免 耶稣不单是说 你的罪赦免了 耶稣说 起来 拿起你的床褥 做什么 回家去了 到了这个时候 圣经记载 他就起来 另外一段圣经说 赞美上帝 赞美主 中赞主 拿起床褥 就回家了 这个行动有几件事情 要我们注意 当神的权并临到你的时候 你是得到一个全人医治的 大家明白吗 就是说我们的病 他的病得到医治了 他的心灵的罪也得到赦免了 不单是赦免一身 无罪一身兴 很开心地 他可以行动 他就拿着玉子 就来赞美神 一路赞美神 回家 如果你在教会的门口 培会了很久 还没有信耶稣 我奉劝你 快快相信 接受耶稣基督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不单是要医治你 要处理你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耶稣基督看到你内心的需要 他知道这些罪一定要蒙赦免 一定要挪开 他知道你的空虚一定要上帝来填补 当我们经历过耶稣之后 我们发觉不单是罪得赦免 生命平安 很轻松地走 很多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很多生活难题还在吗 还在 但是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轻松 就是这么喜乐 就是这么有力量 一件一件解决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有神与我同在 神的拯救就是一个全人的拯救 好了 回来 如果这一点最大的重点不在信心 在哪里呢 耶稣告诉我 我做这件事 但记者这件事 是要你们知道 人子在世上有什么 射罪的权兵 这件事迹最大的重点是要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满有天国的君王 满有天国的权兵 而天国的权兵不是用来压逼我们的 天国的权兵是用来医治我们 释放我们 让我们从最终得释放去得着新生命 当天国的权兵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自由了 就起落了 就得医治了 这个是重点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句很难明白的说话 第八节 群众看见 就起了敬畏的心 第二段经文有说 中赞神 敬畏神 居巴神 中赞神 并且 中赞神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样的权兵刺喀人的神 中文圣经这个人 不是很清楚 中文圣经很容易 以为神把权兵给了耶稣 那就是什么 我们看圆文圣经这个人 是重数 神怎么会把权兵给了重数 那就是给了谁 神将权兵给了那些有信心 那四个台的人 好像又不是很适合 给了这个坦子 又不是很适合 究竟为什么 其实我们比对一下其他那几段的话 就是另外那些几段是怎么说呢 就是说 当众人见到神的权兵降临的时候 就非常之稀奇 中赞神 原来什么叫做神将权兵给人呢 其实是临到人 神的权兵临到我们众人的时候 然后众人就非常稀奇 原来神射罪的权兵 好像一个套餐 大家有没有听过套餐 你说A餐 A餐有什么 奶茶咖啡 有煎香蛋 有粥 包上粥 再包上甜品 原来神的权兵临到我们的时候 是好像套餐那样 行囊 心灵 得意志 这样是得赦兵 神的权兵临到我们 彰献了人子耶稣有赦罪的权兵 当神刺下赦罪的权兵 通过耶稣临到我们 临到世人的时候 众人汉健 就起敬畏的心 众赞神 Amen 明白了 Praise the Lord 这段信片跟大家查一些圣经 道者路加福音 他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记载 路加福音就说 朋友 中文翻作 朋友 你的罪赦免了 你翻作朋友 会令到我们混乱 英文就说得好些 英文说 Men Your sins are forgiven 接着就说 人子 Son of man Have the authority to forgive sins 大家明白吗 你说 是不是记错 一个说 孩子 你的罪得赦免 一个说 Man 其实 孩子是同一件事情 如果用英文看完问题 就比较清楚些 Man Man 一个人 你的罪被赦免了 哪个赦免他的罪 Son of man 大街Man 大家明白吗 大家 这样的话就容易明白 人子是什么意思 人子是救药 对尼赛 人子是什么意思 人子你可以翻作 十全十美的人 神创造人的时候 应该是满有神的荣耀的 但很可惜 亚当做了一阵犯罪得罪神 就没有了这个荣耀 失落了 耶稣基督 圣灵这样降势的时候 成为了 十全十美的人子 就是上帝 原本做人 就是应该这样的 Man 大街人 而他有赦罪的权兵 使我们世界的人 可以罪得赦免 所以我们世界的人 是他什么 Son 大家明白吗 耶稣基督是Son of God 大街Son 我们是什么 Son 世界 就是这样 原来有些这样的 跟大家查经 是 这一段最重要的是 耶稣基督这位 十全十美的人 有赦罪的权兵 而赦罪的权兵 临到我们每一个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就不再一样了 今天你可以开开心心 在那儿唱歌 集美神 你开开心心在那儿 美国工作 养儿子 养女 送个儿子 送个儿子 学水 学画画班 学麦鬼班 学中文班 为什么可以这么幸福 因为耶稣基督赦免了你的罪 将人生的道路给你 令你建立美好的家庭 你现在可以好好地在那儿养儿子 请问我们 耶稣基督赦罪的权兵 有没有临到我们 和我们有没有关系 关系重要吗 很重要 现在看到那个关系没有 不单止这样 耶稣基督不单止赦免罪人 赦免有权兵 耶稣基督爱罪人 爱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 呼召罪人做他的门徒 你不信你继续看吧 第九节 耶稣继续向前走 即很明显 加伯龙继续向前走 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 没错 就是马太福音这个马太 他自己写自己 马太在哪儿 坐在碎关那儿收税 他记这句东西 对于我们来说 他就是收税 对于他来说 很挣扎的 这个就好像说 香港以前有些黑社会 信了耶稣 你在哪里信耶稣 我在监独蹲了多少 出来一收税 被人捉了 就是之类的 就是我在碎关那儿收税 后来被人斩 然后进了医院 不要说到那么恐怖了 原来当时瑞里收税 是很恨人争的 你说不用当时 现在也是 因为他是帮罗马人收税 还有收税的人是很贪心的 第一 罗马为了安抚情绪 第一 收税的人 一定找回他的族 犹太收税 找回犹太族 第二 总之我规定 你收这么多税 剩下的那些 你自己就带了 你猜他会不会 乖乖的 只收这么多税 给政府 当然不会 收成倍 然后这个我交了 剩下的那些 平安入袋 所以他在收税 大家人见人争 耶稣走过 看到一个人见人争的瑞里 叫做马太 还在收税 很想人争的时候 耶稣说了一句 什么呢 来 跟从我 这里没有记载 不过如果你拍电影 可以看到 马太就立刻下来 带着泪缸 跟随着耶稣基督 再没有离开 马太离开的 不要不记得 那个税 不单止是离开那里 他是离开了他的职业 他是离开了他的CPA accountant牌 离开了他的收入 代代平安的收入 离开了他的前途 两行眼泪就跟着耶稣 不容易的 但是我相信 在他心里是很痛苦的 钱我赚到了 但是为什么我还这么空虚 钱我赚到了 但是为什么 没有人和我做朋友 和我做朋友 都是其他的收税佬 我看到他也有些 他两行眼泪跟着耶稣 他生命改变 为什么他生命改变 他敢把他的见证写在这里 不刚才的事情 尤其我们中国人 我们不喜欢说 也更加不会写在这里 但是他写在这里 证明他跟随耶稣生命改变 接着我们传福音EDT 又要学习了 接着他说 我得到这份福音很宝贵 接着怎么样 请了其他的收税佬 一起请耶稣吃饭 真的 我相信耶稣 你们和我一起吃饭 吃饭 我知道 吹传到有地方介绍 其实昨天那些团契都去了一个饭 你能吃 七元 不是 现在没有七元 哇 耶稣在那里 耶稣来不来 耶稣来啊 另外一段圣经记载说 耶稣在那里坐植 而且犹太人可以躺在那里 吃一点 躺在那里 其他那些瑟利又躺在那里 就近耶稣说 啊 福智亚这个为什么 我有没有救啊 耶稣在那里 很亲密在那里聊天 这个不约而同说 犹太人文化跟我们好像 我们传福音都成功 第一 EDT 教圣经 第二 吃饭 吃饭代表关系的建立 吃饭代表思想的交流 吃饭 年轻人想不想认识到好的女朋友 男朋友 吃饭 吃饭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问题在哪里 宗教领袖又不喜欢 因为他现在跟谁吃饭 他是跟瑞利罪人吃饭 宗教领袖说有什么搞错啊 你是犹太人尊敬的夫子 夫子怎么会找罪人和瑞利吃饭 不单止这样 人家就在你那里问你问题 所以这些法理罪人看到 又开始 特别爽 咧咕咕咕,快爽咕咕 为什么你和瑞利咕 罪人也做完 碎利和罪人差不多放在一起 碎利就是罪人,罪人就是碎利 一起吃饭 耶稣听见了看着他们说 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用不罪医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在这里唯独是马太福音加了这句 因为犹太人对象 在以赛亚书里说 神也说过,在旧约圣经 我喜爱怜悯,不起爱祭祀 怜悯这个字mercy,是什么意思? 就是本来我们做了得罪相得的事情 应该接受神的惩罚 但是神因为爱你爱我 祂就怜悯我们,誤罚我们 接着怎么样? 接着让我们,赦免我们 我们可以过身的生活 我们时不时就有听 一个 大家有没有试过被抄牌? 有,是不是很贵? 是很贵 抄了,200元,300元 听说现在更贵 不如,今次我不说我那个 都是我说我那个 我说王牧师 三押王牧师 她说她第一次 太太生女儿的时候 她开心得不得了 已经在医院搜了整夜 早上师母说你回家帮我拿什么回来 马上开心 根本没有看 然后刚刚有警车 哔哔哔哔哔哔 接着她说 警察拉下窗口 又中文又英文又不知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从医院出来 接着她说警察就问 你是不是刚刚太太生了宝宝? 她说是呀是呀 今次放过你 下次没有了 走了走了走了 她说哇 几百元 即不但省下几百元 这些是怜悯 上帝和罪人的关系是什么 上帝说我喜爱怜悯 不喜爱祭祀 如果你觉得你罪热心重 你和神的关系很差的话 你要记住这句话 神说我喜爱怜悯 有没有得猛 有得猛 神今天仍然爱你喜爱怜悯 不单是神喜爱怜悯 神喜爱医治 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没有病的人不需要 神是喜爱原谅我们 给我们怜悯的不喜爱祭祀 祂说我来了不是招意人 乃是招罪人 这个何等的宝贵 当我看到这句话 主要感谢你 我是何等的罪人 我竟然可以蒙你的呼召 作你的门徒 主要我感谢你 主要我感谢你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 有没有人不感谢神 有啊 这些宗教领袖 为什么宗教领袖不感谢神呢 因为他觉不觉得自己是罪人 因为他觉得我是好人 我是义人 为什么你要救我呢 各位亲爱的朋友 都有不少在这里中间 听了很多年福音 不肯相信主 为什么啊 因为觉得我都挺好 上帝如果计分的话 做好事多于做坏事 都应该上天堂了 大家记住 计分方法不是你的计法 是上帝的计法 你说这个怎么明白啊 我以前做学生工作 有些人来到这里 刚刚学会开车 他又飞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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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我们是罪人还是义人 我们是义人还是罪人 其实圣经说 我们个个人都是罪人 神不是偏心 要专心专门招这些义人 这些大奸大奥反而招了 我这些好人 神不呼召我 其实我们个个都是罪人 只要愿意的话 神个个都愿意呼召我 但是今天 我们有没有看到 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呢 你说很难承认 不如退一步来说 承不承认我们是心灵有病的人 承认 是啊 我们心灵有很多的仇苦 那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们同神隔绝了 罪的缘故 令到我们仇苦 没有意义 生活没有盼望 耶稣基督是一个 医治罪人又拯救罪人又救主 他有赦罪的权柄 但是不是要来控制我们 管制我们 而是要来什么 爱我们 医治我们 呼治我们 回到神的爱中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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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